哈囉大家好安安 那今天我打算直播 黑色沙漠裡面的法師給大家看 我法師沒有我的巫師等級高 因為法師好像33級吧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法師打怪比巫師打怪快很多 因為他的範圍攻擊範圍比較大 不過PVP的話應該是巫師比較強 KIMOJI DESU 這遊戲沒有滿級 這遊戲 他到50級之後會比較難升級 然後56之後會幾乎升不了級 那56級之後呢 通常大家就是開始提升你自己的裝備 就比較不會再去練級這樣子 我本來想說法師打怪應該很容易被怪物殺死 因為怪物會一直靠近你嘛 可是法師的每一個招式都會把敵人陣暈啊 或者是擊倒啊 就是 整個就是劍 大家看一下地震 法師的招式都是這種 超大範圍 然後又會擊倒超近 還可以吸藍 而且這吸藍一吸就是整條藍會滿 都不缺藍水 一般遊戲法師最好藍水 這遊戲是不好的 然後暴風雪 欸 怪物一下就死啦 然後範圍又超大 超近 西藍 有沒有藍條一下就滿了 西藍還可以暈眩敵人 然後順便把人家殺死 整個就是OP 隕石術 都是這種大範圍攻擊的 這遊戲好像沒有肉盾法吧 不過這遊戲法師就是補師喔 雖然我沒有學那些補師的招式啦 那後期要跟大家組隊我再去學 前期我都學攻擊招 這法師有全體 幫人家加攻速啊 然後幫全體補血補藍啊 然後幫全體補盾 都是法師擁有的 所以法師在後期應該也是不可或缺 組隊必 組隊必足 又是一個很高的輸出 他的攻擊又很高 又是補師 應該很吃香吧 在後面 下個禮拜這遊戲會出一個日本武士 那個我也蠻想玩的 有一個BOSS卷軸 我等一下帶大家去打BOSS 我們去BOSS目的地以後 然後召喚BOSS給大家看一下 這角色就是OP啊 打怪啦 我相信這角色如果 PK的話應該很弱 因為 法師的閃避招很少 打怪就很賤 因為會一直把怪物擊倒啊 或者是陣暈啊 根本就不用怕怪物靠近你 一般法師 比較怕那種怪物靠近 這遊戲的法師可能打怪只怕遠距離的怪物吧 這邊有任務我順便做一下 你看 這種大範圍 有夠OP 有夠OP 怪物根本就沒碰到我幾下 你現在巫師還要引怪 然後 打又沒打那麼快 上次為什麼開不了BOSS卷軸呢 是因為 那個 BOSS卷軸是要組隊 要隊長才能開 然後我那一次沒有組隊 我自己又沒有辦法創造一個隊伍 你一定要兩個人以上才能打那個卷軸 那我現在的BOSS卷軸呢 是任務給的 任務給的BOSS卷軸是單人的 魔號的快可是可以吸魔啊 一吸就滿了 這法師可以吸魔了 啊 我按錯了 按到大招了 好浪費喔 我把大招耗掉了 這是我最大的大招目前 他大招是我下面 血條的右邊有一個怒氣值 怒氣值如果100的時候呢 我釋放這個小閃電 我的這個小閃電就會變成 變成大招 所以我剛剛本來想 只想要用那個小閃電打人 結果就把大招放掉了 好可惜喔 本來想說 打BOSS的時候再給大家看 好可惜喔 這樣我想把那個怒氣值 值擊滿 然後再 再去召喚BOSS好了 用那個大招打BOSS 說不定一次就 直接就把BOSS幹掉也不一定 我想試一下那個傷害力 因為打小怪那個大招根本就放不完 小怪就通通死掉了 我的巫師的那個大招啊 放完有時候小怪都還不死 那個攻擊簡直就不是一個同等級 你看我現在魔快沒了嘛 然後只要 找一隻怪吸一下藍馬上就滿魔 然後可以把怪殺死 如果怪我沒死還會被震暈 每一個小招後面都會有一個連招 火球術 下一招可以放那個火焰爆炸 這樣丟一個小火球然後火焰爆炸 連招的法術會比較痛 不然就是我的閃電啊 洛雷可以配上那個範圍型的雷電 然後連鎖閃電呢就是加這個電球 我還有一些招還沒血啦 等級還不夠 目前就這樣子 然後法師的大招有三招 一招就這招隕石 應該算四招不算三招 這招隕石術 然後 還有暴風雪 暴風雪 都是 小怪幾乎都是 絕對撐不到一個大招 然後大招範圍又很大 所以清怪非常的快 再來就是列地啦 地震 地震也算一個大招 這是遠距離的 這地震也是大招之一 地震會把敵人擊倒 所以也不用怕說怪物靠近你 就擊 擊倒還聽見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大招就是 剛剛的很多閃電那個要怒氣值滿才可以放 50級會再學一個雙重大招啦 怒氣值要200%的時候才能用 可是那個要 隊友傳給你怒氣值 因為你自己的怒氣值最多只能到100% 安安啊 要200%的大招要有 隊友傳給你怒氣值才能用 我還沒看過勒 說不定會很帥 那種最終大招應該超帥的 清怪就超快的啊 跟那個之前那個根本不能比 然後沒籃就吸一下籃 靠旁邊有BOSS 被BOSS殺死了 這隻我之前巫師是 他衝過來了 巫師絕 啊等一下啦 你那種有點喘氣的機會好不好 那這遊戲有攻擊速度 如果你的裝備 攻擊速度或施法速度夠快的話 你的動作就會更快 就比較不會那麼卡 會更流暢 我現在因為等級還沒有很高 裝備也沒有沒有搞好 所以攻擊速度會比較慢 好這裡就可以召喚我們的 卷軸BOSS啦 這是任務的 所以一人打應該就可以了 把他召喚出來 安安啊 阿羅 旁邊有一隻 小兵在鬧 看偷打我 好啦 我用我的大招了 半血 他 他好像變大隻 是我錯覺吧 這樣就死了啊 巫師的話會比較難打 巫師要打比較久 法師因為大招 我決定去挑戰剛剛那一隻 一直把我殺死的那一隻 那一隻我之前巫師是 完全不敢碰的 除非他是抗擊倒 抗暈眩 不然我法師應該是ok的 你說剛剛黑色的幽靈嗎 他是陪我們一同成長的幽靈 剛開始你剛一擊的時候啊 那個幽靈是小小一團黑霧 然後會隨著我們做任務 他越長越大隻 我現在還沒有長到最大隻 我的巫師的幽靈已經長到最大隻 死亡有懲罰會降那個 經驗 經驗會掉一些 不過因為我等級低啊所以 掉的那些經驗一下就 一下就補回來了 好啦打Boss啦 先賞他一個隕石 喔不對按錯了 暴風雪 也可以啦 好痛啊 好痛啊 啊他抗擊倒 呵呵呵不會被擊倒暈眩咧 抗暈眩 欸快閃了 這隻什麼都抗 以前欺負我的巫師 用法師 用法師才把你幹掉 而且法師發很多招式的時候自己本身是無敵的 像我剛剛那招 像我剛剛那招地裂樹啊 地震 他打我是不兼血的 雖然動作慢可是還蠻賤的 等一下 哇好痛啊 他會把我擊退擊倒有點賤 怪物越來越多 隕石轟炸 好痛 他快死了 我給你拚了我 第一次把他幹掉 是給錢錢喔 連衝裝的石頭都沒有 我放這招大招的時候我的前方是無敵的 就是如果怪物是從前面打我的話是 我是不減血的 所以我打剛剛那隻boss有這招大招應該也 也不錯 因為boss只會從我前面攻擊 等我法師50級的時候我再拍一次給大家看 然後接下來應該就是日本武士吧 日本武士下禮拜出我打算也是練一隻 就是要賺錢50級之後才能開始賺錢 50級之後有一些 每日任務 要打boss的每日任務他會給那個 衝裝石 怪物重製速度蠻快的啊 你就剛好在一個點 打怪的話你就是可以一直打一直打 只要不要有人搶怪 怪是幾乎是一直出 旁邊景觀有些是可以打的 有些是不能打像這種房子啊有血條可以瞄準的房子都可以打 啊這種 這種地方就是他會升兵出來的房子 要不要打是無所謂啊打完的話 也是有經驗啦 玩法師有不一樣的爽感 他的招是大招多 然後螢幕會一直震一直震然後攻擊範圍很大 那玩其他近戰職業呢就是砍怪物的爽快樂 怪物會被你打來打去那個也挺爽的 這遊戲56級的時候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那個 第二把武器 決心武器 巫師的決心武器是鐮刀 巫師的決心武器好像還蠻厲害的 他範圍也是 跟法師一樣都是範圍大的招式 那法師的目前還沒有消息說是哪一招 所以法師目前還不確定 不過我預計他應該是一本魔法書吧我覺得 因為法師的武器還能拿什麼呢 巫師的決心武器是鐮刀 法師的我覺得應該是魔法書吧 當然我也不能確定因為 法師的決心武器還沒出 這有一個 NPC是我們玩家自己 的工人 他會幫你採集物品 但我沒有在玩這個啦 他會幫你採集物品然後我們玩家可以製作嘛 可以玩製作 可是我都一直在練機 以後吧 玩點再去玩那些東西 自動撿可以啊 我把寵物叫出來好了 因為我寵物的飼料 偷打我 我們角色在背後被人家打是 超痛的 我寵物的飼料沒有帶 所以他們快餓死了 呵呵呵 叫出來的話就會自動幫我撿 我就不用自己撿 啊寵物的等級越高 他撿的頻率就越大 像我現在有三隻寵物 每一隻大概 大概五秒鐘會幫我撿一個東西 Holy sea 這大招真的超魔 比那個巫師的牆太多 巫師的放完怪物都不一定死 呵呵 好我現在安全地點下線了 換一個遊戲 OK我在這邊就下線了 那這遊戲先直播到這邊囉 換一下遊戲 好我們等一下再見囉 掰掰